各位朋友,有一个中国的公知的鼻祖叫做毛鱼市 您听说过吗?今年呢,已经是95岁了 而这个95岁称为叫做台辈之年 八十呢,叫茂蝶之年 台辈之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鱼,一个台湾的台 原来呢,指台鱼,它的背部的那个花纹啊 就像那个90岁的老人身上背上那个花纹一样 暗指就是高寿之人 95岁了,马上就要奔仁瑞百岁之年了 这个时候,毛鱼市说是带着他的这个老婆叛逃出了中国 而且自己表示呢,这辈子有生之年不会再回到中国去了 那位说这是哪来的消息呀 海外的这帮独轮运们又兴奋起来了 又像他那个已经死去了高堂 在棺材里边又穿上裤子改架了一样 敲锣打鼓啊,都跑了 那么这消息哪来的呀 是自由轮子电台 这个自由轮子电台说了 蔡慎坤,我一看这名我就知道了 蔡慎坤呢,是在推特上的一个 偏承性的传谣造谣的这么一个精神病 他说中国自由派的学者毛鱼市抵达了自由之地 我们也看怎么说的吧 还配了一张照片 说海外时平人士蔡慎坤 1月14号通过国际社媒平台 推特披露 一生崇尚自由的毛鱼市先生 95岁之际来到了自由之地 终于 附有一张毛鱼市夫妇切蛋糕的照片 但照片的拍摄地点时间不强 毛鱼市呢,是中国知名的自由派的学者和经济学家 曾出任天泽经济研究所的荣誉理事长 人文经济学会的理事长 发表过择优分配原理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学术论文 并长期因言论和思想观点遭受当局的打压 截至目前 本台尚无独立证实毛鱼市是否已经移居海外的消息 这个蔡慎坤的上述推文表示 毛鱼市先生坦言 生前不打算再回到生活了90多年的中国 不过先生对未来并不悲观 认为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 开道车是不得人心的 必然车毁人亡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会融入世界的自由大家庭 不仅仅拥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还会拥有自由阻挡 自由表达 自由牵心的基本权利 勇于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位说 这感情 这自由轮子变台 这是传谣造谣成性啊 是吧 没有任何证实的 自由轮子电台 就这个风格啊 那具体毛鱼市到底跑没跑啊 各位 我们先看看这毛鱼市呢 他呢 是在中国呢 的确呢 是很受批评 而且呢 很多的海外的独轮运呢 造毛鱼市的谣呢 是一贯 一以贯之的 你比如说 那个原来美国之音 早在 2018年的时候 就 说过这样的话 说毛鱼市公开声明 推出共产党 并批评习近平是个糊涂人 那这个呢 早就被证实啊 说这个自由 不是那个 美国之轮啊 也是个摇棍窝子 为什么呢 因为毛鱼市 根本就没入过中国共产党 人家就是一民主党派人士 没入党 何来的退党呢 是吧 毛鱼市呢 被称为是中国公知的鼻祖 为什么呢 因为毛鱼市啊 他某些言论啊 的确让一些爱国群众呢 觉得呢 这个不太靠谱 你这么大经济学家 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你比如说 毛鱼市啊 他呢 曾经说过 说呀 我出了一道物理题 考我的外孙女 冬天给树 穿衣服保暖 有没有用 他回答说 没有用 我很高兴 答对了 因为树内部不发热 无温可保 可是呢 北京市有关部门 每年都花好多钱 做这种无用的事 是吧 毛鱼市觉得自己是植物学家了 后来呢 北京林业局的林业专家受不了了 说这指责我们白花钱 是吧 第一啊 给树穿衣服啊 是防止啊 新灾的树苗水分流失 树虽然不发热 可是会蒸发水分啊 北京的冬天比较干燥 第二呢 虽然树苗不发热 但是北京的冬天昼夜温差太大啊 穿了衣服的树苗呢 可以保证吸散热都慢一点 温差不至于差别太大 意思就是树也能冻死 那肯定的嘛 树如果冻不死的话 那就没有这个就是高低纬度的这种这个植物的分布了 是吧 所以毛一世经常闹笑话啊 而且毛一世谈到钓鱼岛的时候呢 说请问领土完整重要 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 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 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 与我何干呢 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 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 或者是这块领土人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 生活反而提高了 自由反而扩大了 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 不但不必反对 还值得欢迎啊 这毛一世对于钓鱼岛的这个啊 如果没人给别人就无所谓 是吧 给别人更好 那就给别人是吧 按照这个理论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西伯利亚啊 被俄罗斯给占去了 那也没人 他怎么为什么不还给中国呢 澳大利亚有大量的无人领土 是吧 那他能毛老能去要过来吗 是不是 但是全世界啊 大部分的地区的生活都不如现在的中国好 那是不是那些领土都可以归中国呀 去规划一下呀 毛先生啊 对吧 所以毛一世呢 经常会出以说一些非常可笑的一些理论啊 所谓的这个自由派经济学家还说过 我不同意拿国家的钱去造航母 造航空母舰增加国家的国防力量是好事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如果你增加国防力量 别人也增加国防力量 这个力量就抵消了 你是没有占到便宜 不造航母 钱可以用来消除贫困 艾滋病治疗 改善气候变暖 困扰的问题 那这话就更不值一博了 如果中国什么都不造 那就是甘于挨打了 真理不是永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吗 所以这个毛老呢 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老糊涂了啊 他经常会说一些可笑的言论啊 你比如说18亿亩的耕地啊 红线没必要啊 知道吧 但是现在大伙都看到了啊 这个韩国现在一批人跑到中国来背大米啊 到韩国去捣卖啊 你就知道这个粮食的自给自足 粮食的安全是多么重要了 所以毛玉士确实啊 有很多说的可以说是非常可笑的地方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有的时候确实是思维比较糊涂的啊 所以呢就引起了中国很多的爱国网友的不满 说他就是个大汉奸 而且呢他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三公子 有人接啊毛玉士 毛玉士啊说是这个给他大伯抚养 其实他是个汪精卫的私生子三公子啊 各位这个靠谱吗 这不靠谱啊 咱们有一说一啊 虽然毛玉士有点不靠谱 但是呢 就是这些这个人有的时候说毛玉士的事呢 也更加不靠谱 没有任何的史实证据可以这个佐证 说毛玉士是汪精卫的三公子 对吧 好像这个这个年龄方面 这个大体上是也有点夸张啊 是吧 毛玉士都95岁了啊 汪精卫活到今天多大 反正不知道啊 这个啊 应该是捕风捉影 应该是恶心毛玉士的啊 他应该不是汪精卫的三公子 当然我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不是啊 但是呢我们从那个各个方面的史料上 没有看到正式的史料记载啊 说这毛玉士跟汪精卫有什么关系啊 有一说一咱们啊 那这个说到底毛玉士到底有没有叛逃啊 那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些在中国媒体的资料呢 就是在2024年1月13号的时候啊 毛玉士95岁的生日的时候啊 是发了一个这个他原来的文章叫消灭特权捍卫私权 是原来的啊 这不是现在写的是原来的 介绍了毛玉士的生平 但是在这个微博上呢啊 有一个博主呢也是这个说今天原月14号是著名经济学家 这个毛玉士95岁的生日 祝贺祝福毛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所以说在中国时间啊 14号的时候确实是毛老的生日 而且呢 他的生日蛋糕上也明确的写了95岁的生日 而且看他的穿着啊 是外边的绿树 应该是在中国的上海江浙一带 也符合毛老平时生活的这个地点 应该是他出生在南京嘛啊 所以是说他生日的当天啊 也就是这个中国时间的14号 就是他的生日 所以我倾向于毛老两口子还在中国的境内 因为人家生日当天就把这照片放出来了 而那个推特上的传谣造谣的那个偏执性的精神病 拿出来的这张照片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了 因为这个蛋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个生日快乐的字样 是吧 是你看看是中国时间的今天 对吧 人家放出来了95岁的字样的这个照片 和这个没有任何证据的照片 因为毛老也是经常的出国啊 是在外国的餐馆里可能也拍过这样的照片 所以我个人倾向于 这应该是推特上的那帮偏执性的精神病摇棍 又在造谣 因为你要从动机上来讲的话 毛毛一世 他说这些自由派的经济言论 说了这么多年了 也没人去管他 对吧 你只要不反党言论自由嘛 也没人去管他 他有什么动机逃出中国呢 而且像毛老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知 在中国有非常多的特权 你比如说享受什么特殊津贴呀 什么这个有什么老干部离休的病房啊 一分钱不用花呀 是吧 随便打一电话 然后呢就有政府门派他派车来接他上哪去 看命要折哪要好 是吧 这些特权 如果这95岁的两口子跑到国外来 这些特权那就全没了呀 是吧 所以我觉得老毛跑了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 是吧 这应该是个谣言 各位啊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